在裡面睡覺 因為真的很累 我沒得選擇 睡外的位置有很多聲音 我就進去睡覺 睡著睡著 我聽到隔壁很吵 從14歲左右開始 因此經常在學校一年中有一兩次特別經驗 在學校已經有了 怎樣見到 在學校有一次 我自己一個人在一間房間 平時我們有室友 但我室友當時病了 我自己一個人在房間睡覺 睡到三點多鐘 兩三點左右 外面很吵 外面的走廊有很多人開派對 我們一個走廊有十多間房間 很長的 然後我就覺得真的太吵了 我受不了 我就很大膽 因為我沒有想過其他怪事 我自己下了床 逐間逐間看 我看誰在那邊攪招 開派對 這麼吵 我每個窗窗 跳一跳上去就看一看 都看到的 看到的 因為每一間房間都有玻璃出去 我就逐間逐間看 看完整個走廊都沒有 因為女生和男生的宿舍 有一個房間隔著 我就聽一下房間隔著有沒有聲音 然後沒有聲音 其實真的只有每一個人醒了 然後我就不理會 我就回房間繼續睡覺 當我一合眼睛的時候 就聽到隔壁的一個人問我 你叫什麼名字 因為很睏 心裡回答他 然後他就問你是男生還是女生 然後我說是女生 然後我就睜開眼睛 這個不是做夢 這個是真的 有一個聲音在旁邊 然後我就很害怕 這個是我第一次 然後我就下床 去了對面房間 不斷敲門 然後 因為所謂派對的聲音 好像人家捕 粗兵 對 好像粗兵 第二天我醒了之後 我就跟學校的老師說 這個很恐怖 老師就說 我也不知道他們是嚇我還是怎樣 有些同學就說 以前這間學校是軍人的營地 其中一個營地 好的 然後如是 我第二天又是做夢 就見到有個男人 他說他自己是醫生 然後一直跟著我 就在夢裡面 跟著我從學校到處走來走去 然後整件事就很害怕 醒了之後 然後 為什麼我會有這個經歷呢 就是因為前幾天 我跟一個女生朋友 那時候是學校 叫做一個 有個活動 很多人會過來 我們學校參觀 那時候我帶了一個朋友 去學校參觀 然後順便帶她去行一間 我們所謂的鬼屋 在學校下面有一間屋 一直以來都破破殘殘 很夠 玻璃都穿了洞 爛了 即是學校範圍是裏面的 在學校範圍 但卻沒有人理會的 沒有人理會的 因為它在山上 有不同的東西 在山腰的位置 有 jätte寫的地 有一座東西 那座東西 由我讀的時候 讀了幾年 一直吻有人在那製 consig 沒裝完 majors 那些人就會走 我就沒有考察過 為什麼 但那是一間禁區位 就是老師沒有進去 但是我們經常在做一些壞事 因為學校曾經吃錯 所以不用吃肉 我們經常 學校蛇要吃punk 是嗎 對 students 教信仰 他們是基督教 的 是的 但基督教學是吃齋? 對 奇怪 我們經常叫雞腿 整班人在那裏吃東西 即是你們在學校不准吃肉 對 不准吃肉 在禁區沒有人進去 我經常跟朋友在那裏吃東西 然後我就很好奇 我就覺得為何房間移動這麼久 不如進去看看 我就踢開了門 然後就裝在裡面有些什麼 很普通 都是桌櫃椅 有不同的房間 第二天我就開始有這個 那個人跟我聊天 然後在夢中看到他 然後我還要開始發燒 我就回到家了 我回到家 當我在家的時候 正在用電腦 我用電腦只開了一盞小燈 很暗的 其他都關掉了 然後就有一個人 在酒廊走出來 我當時很專心 在用電腦 然後就在我旁邊那裏 裝我 在做什麼 他這樣夾一夾 整個人還是影 一個影 因為很暗 對 很暗 我以為是媽媽 我就看一看她 沒事的 但我明明感覺到 有個影是趕過來的 然後沒事 然後我就拿電話 很害怕 然後我就開始走去酒廊 看看媽媽是否進了房間 又沒有聲音 然後我就拿電話 打電話給我的同學 我就說 怎麼辦 好像很糟糕 因為那時候是第一次的經驗 即是那幾天 然後她就說 你不要這樣說 嚇死人了 突然就斷線了 我的電話 噢 不可以說 不可以說 然後呢 我就跑進我的房間 關門 拔了家裡的電話 就繼續帶給我這個朋友 即是用電線 對 用家裡的電話 就一定不會斷線 然後 沒多久 她就說 等一會兒有線入 然後我就說 快點啦快點啦 很害怕 然後她就說 不是呀 你手機在打電話給我 超恐怖 這個都完了 即是我們聊天聊到 五六點 這個很害怕 是呀 她真的拔了我很多天 然後呢 我就睡覺 第二天真的要上學 因為我已經休息了 是 我上學六點鐘要起床 然後就在廚房喝水 我喝水的時候 我住的是頂樓 四十樓 樓上的天台 下面 即是沒有人 然後呢 我喝水的時候 我眼尾就看到一個影 一個黑影 從三十七 三十七 三十七 之後就爬上來 一個黑影 爬上的 是什麼呢 在大廈的外場 像蜘蛛盒 對 好像蜘蛛盒 有一些水管 水管有一些東西 是夾著它 就是一枝東西 有一個東西夾著 它就是一個蜘蛛盒的影 整個將人踏著夾的位置 爬上來 爬至當我的時候 就尖叫 拿了一個杯子 然後他無緣無時之言 爬上 我覺得是很寒的 是 然後爬上 爬上 然後真是 這個 Data 每個人 keeps in 我看見一個黑衣服的黑衣服 穿T恤的 那是男人的樣子 哇 超恐怖 你想想想 我當時發夢 最後有男生跟我聊天 但有多近 他在外面 他在外面外長 我想是綠色的位置和我距離的誠意 我想是一米左右 這裡有多遠 一個成年人這樣 這裡的成多一倍 成多一倍 兩米左右 影子很黑 一定不會看錯 因為他繼續爬上去 看到我之後就繼續爬 其實我上面已經是天台 如果是人 你要抱才會離開 可能你抱在天台 但他沒有抱 他爬了兩步之後就不見了 整件事有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的 沒有的 沒有的沒有的 那我媽媽就九秒九 進來的廚房看看我發生什麼事 我叫得太大聲 然後我媽媽就打到樓下管理署 問有沒有人裝修 或是天台有沒有製作 她說沒有 這是我第一次的 就是你覺得是學校惹來的 應該是我那時候貪玩 在鬼屋裡 這間學校 你一直形容 我相信應該有很多人會知道 對 有很多人知道 它已經過了一百年 不知道有沒有八五年的歷史 清水灣 對 以前叫三玉中學 我讀的時候就改了名字 就已經是在國際學校的模式 所以他現在叫什麼名字 我都不太清楚 究竟會不會有人知道 你在說那間荒廢的房子 應該都知道 應該知道 現在變了 終於拆掉了 現在拆掉了 以前我 因為我預計了這件事 我又問過以前那間是做什麼 他們就說是做護士的研究 即是你讀學校的時候 就在那裡實習 即是那些學校放在那裡實習 但為什麼它會這麼殘 我都不太明白為什麼 然後呢 而我在一個夢裡面 是說那個人是做醫生的 說他跟著我 所以我覺得整件事是有關聯的 那很合理 是不是 很恐怖 因為你後來才知道 那間是護士的醫生的研究所 是啊 那如果這樣說 那裡可能會包含了屍體 是不是 說起也有一點 這些東西會不會這樣 是啊 因為後來我又再回去 就是後來我又走了 走了之後 我也有回去探望一些老師同學 然後我就看到他們整個 已經裝修好了 起碼裝修了5、6年才裝修好 然後我有問 為什麼搞這麼久 做東西這麼細了 他說因為經常裝修好 那些師傅就走 哦 然後再叫另一批 即是真的可能有事 應該有事 那些師傅都受不了 應該是 很害怕 然後也是因為這樣 有第一次經驗 就有結尾這麼多次經驗 你覺得是開了一條天線 可能是吧 人家說你小時候見不到 大過就不會見到 那當然你看看有沒有原因 就是可能你長大過 你很喜歡搞鬼的 是不是 那是靈探的 那自己又或者喜歡 找師傅開眼睛 那你這些是後天的 那些真的拿來搞 總共很多人喜歡的 我真的不是很想有的 因為你不接觸這些東西 就沒有人影響你的詞彩 是的 不過好奇 很多人都會 是不是 很難說的 這輩子很多人有不同的興趣 不過見得一樣就有第二樣 是的 第二樣在哪裡見 我有試過遇到UFO 新聞都有寫過 哦 在哪裡 我在澳門也見過 哪一單 然後在彩班也見過 就是跟我一起拍照 怎樣跟我拍照 我在我拍照的時候 就是叫別人幫我拍 之後拍我的 然後女生通常都會撿一撿照片 撿照片的時候 我就發現 在Live 因為我用iPhone Live 一秒有四十二格 是 那四十二格裡面 咦 為什麼有一顆東西 這樣轉來轉去 好像蚊子一樣 那我就放大了來看 那就是一個飛碟 簡直是很經典的飛碟樣 是的 我有兩隻 有一隻就是好像羽形一樣 是一隻尖的 然後呢 它的形狀 它是出來 不見了 出來不見了 但是有圖片的 出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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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圖片這樣閃 但是在四十二格裡面 就是一份之 四十二份之一 是的 它只有八格是有的 即是 Ti Phi 在那一格給我錄到 然後呢 我就慢播這樣就卡了出來 我第一次遇到 然後第二年又遇到 都在同一個地方 不是 在Ti Phi 那個就是會轉的 即是它有變形 變光的變形 這麼厲害 有沒有保持啊 有啊 有啊 都放在網上 是嗎 有沒有人看到的 有啊 待會兒拿來看看 待會兒拿來看看 可以啊 可以啊 好嗎 待會兒我拿出來看看 或者給一些專家分析一下 是的 當時夏兆星有分析過 他怎麼說 他真的很幸運 他有一萬個裡面 都沒有一個可以跟UFO拍照 所以好像是我這樣說 不過他說是真的 他基本上很多事都說真的 是的 他好像是我這樣說的 因為他很深信有的 是啊 是啊 當然我們都相信 這個世界什麼都可能會有的 但是Danny Summercock 就比較偏向信這些東西 是的 這樣吧 待會兒分析一下 好啊 待會兒給你看一下 是嗎 好啊 除了這宗是UFO 你說我開了天線 你說你TVB啦 以前啦 現在不是啦 現在不是啦 走了啦 走啦 那你一四年到二千年 嗯 那這幾年間在裡面有什麼經歷 這幾年裡面 你說在裡面拍攝的 其實我預計不多 我有一個朋友 就是剛好 他是外人 但是TVB到聊天 凌晨就進去 然後他有說過 因為我發生了一些事情 我跟他剛好分享 那段時間 待會兒再說為什麼 然後他剛好聊完事後 就打算駕駛一輛車 他就走出來的時候 他就看到 他有一個朋友跟他一起走 他就看到旁邊在開股裝 有很多人穿著股裝的衣服 他不以為然 他就繼續走 查到他之後 這麼晚都還有人拍攝的 他跟他的朋友說 他就跟他的朋友說 他剛好猜中間 你見不到嗎 然後他朋友說 沒有東西 何時有人拍攝的 那次應該是他自己看到的那種 然後我為什麼會跟他 突然說這些 就是因為之前我在休息室裡面 PVB有男女房的休息室 休息室有十幾二十張可以躺在那裡的大班椅 有些有點像按摩床的椅 然後永遠都是黑暗暗的房間 也沒有什麼人 因為沒有什麼人會特意進去睡覺 但不是很多人都需要在那裡休息嗎 通常 我問到在裡面撞鬼 都會在裡面出事 就是大家需要這個地方的頻率也很高 通常就是你氣接氣會 而且我剛好在TVB拍攝 不是外景 那一天就是氣接氣 所以我就沒有睡 凌晨要拍這套 早上隔了幾個小時也要拍這套 你不會想著回家 然後我就在裡面睡覺 因為真的很累 我沒有選擇 睡外面的位置有很多聲音 我就進去睡覺 睡著睡著我聽到旁邊很吵 然後有人走進來的聲音 我走進來後聽到椅子在搖著搖著 我就覺得應該有人在裡面 可能旁邊有人在睡覺 我沒有理會他 但是還是很吵 還是閉上眼睛 很吵 然後看著看著 但是沒有人 即是旁邊那裡沒有一個人在一起 那時候 然後我都 可以動的 那張椅子 你 我自己可以動的 但是我只聽到張椅子在搖著 喵喵喵喵喵喵的聲音 那沒事我睡完 睡飽飽就走了 其實很多男的藝人都在那裡撞東西 其實是不是在旁邊 在旁邊 有只是隔了幾間 是隔了一個廁所 有聽過男的那邊 男的那邊有 因為我若需要那些 我便會去街上導致 上星期河朝海也有說過 都是男的 總是很淑緝 又會叫醒你 有時有小孩踢球 這麼恐怖 你聽到的 這個恐怖很多 我有男生朋友說都是吵 聽到有些人進來 然後他們大膽一點 因為男生經常滑在椅子上 然後他們就撿起來 發現那條腦袋有勁 他就撿完一張又一張 撿了十張八張之後就有百多元 那之後怎樣 你捐了還是怎樣 他說不是 拿了去買東西吃 我撿其他同事的錢 應該是吧 我覺得男生好像不太害怕 我想你也不能害怕 除非你真的 我走不回來睡 但第二天很辛苦 你迫著也要睡 可能只有兩個小時 你不可以不睡 也要搞搞 我覺得這些是會前身 我盡量都不想接觸他們 但你很難說的 你不知道的 也是 好像你所說 原來可能師傅跟你說 你本身都有陰底 但好像影響不到你 也有試過影響到 有些試過 是嗎 是呀 然後 我前陣子有一個 去年發生了很大的事 那時候都很混濕 各樣事情都很差 發生大事 之前那一晚 我就是 在家裡見到一個很高六呎的黑影 然後閃過 我沒有特別留意 然後我繼續按電話 我當是看不到 因為你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那你就隨便 然後誰知道 他玩那個垃圾桶 他玩到我風車轉 那個垃圾桶 卡卡卡卡卡卡卡 在那邊轉 那一刻真的很害怕 因為我本身聽到有些聲音 我以為洗衣機在洗衣服 那我就 去開了洗衣機 門沒有衣服在洗 然後 另一另一看見到垃圾桶 在那裡 蛤?沒有了嗎? 看完了嗎? 是啊 最精彩的部分就是這麼多 這個只是 恐怖在線和 旺來伯伯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想看完全集佔的說話 現在很簡單 一個月六十萬月費 已經可以看到恐怖在線 加上旺來伯伯 一個combo 還有呢 亦都可以上課 admonpoint.com 加上我們Bitback的手機APP 同時兩個平台都會看到 那就不用看到 到後不到快 同時都希望 你可以subscribe 我們的channel 還有按鈴鐺 一有新片 你就會知道